钢哥好 钢哥好 钢哥一次登台 钢哥现在特别致力于国风音乐的推广 对 我一直致力于 其实我现在就想问 国风这两个字的定义 风两个字的定义 我还得思考一下 如果说从中国文字的解释就是大国之风 音乐的角色 音乐的角色就是致力于中国传统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表达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对 就比如说像我早期的新贵妃醉酒 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音乐 属于国风音乐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唱一首经典好不好 好 来吧 朋友们 让我们想起最热烈的掌声 又请李玉刚给我们带来 刚好 对 遇见 是的 是另外一种音乐风格 一首 对 不一样了 其实呢 对 刚才我也听了刚才两位歌手 讲述了他们背后的故事 简单讲一下刚好遇见你 其实跟我之前的国风音乐有区别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写给我的粉丝的 是16年我来到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特别想为粉丝们 为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唱一首歌 所以当时就做了这首原创叫做刚好遇见你 那今天也正好带给大家 用这首歌来表一下我们之间的缘分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今天现场唱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 咱们一起来个大课唱 卡拉OK 好不好 对 会唱的朋友声音要大一点 争取盖过李玉刚好不好 好 你能够跟大家提个我的小小要求 能够把他们的手机上的闪光灯打开 和我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对 就像那个一样 手机有闪光的朋友打开 大个大的朋友就放下了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因为这样的氛围特别适合 刚好遇见你 准备好了吗 朋友们 来 掌声有请李玉刚 好 谢谢 OK OK 我们哭了 我们笑着 我们抬头望天空 星星还亮着几颗 我们唱着 我们唱着 时间的歌 才懂得相互拥抱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 我们哭了 我们笑着 我们抬头望天空 星星还亮着几颗 我哭唱着 我哭唱着 时间的歌 才懂得相互拥抱 到底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我想我会记得你 我想我会记得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足迹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不想我 因为不想分离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十年的期许 如果再相遇 如果再相遇 我想我会记得你